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國際疫情 這個第一時間來 還是沒辦法併服 世界各國也都加速度 在燃發到疫苗 美國輝瑞郵嗆跟德國生氣合照來做疫苗 進度相對較近 希望你的二天前來就此 這支疫苗 臺灣會買三千萬支 另外一支進行當中的英國的疫苗 在美國金錢的管做 也進入到關鍵實驗的改動 世界衛生組織說 目前有180多個國家 加進到新冠疫苗遵用的病態 這項基劑 中的協助 不管是豪爺國 也就是三隻國 都可以公平來得到疫苗的分配 紀念這時間來 沒辦法解決疫情 德國生氣公司紛紛開始研究疫苗 目前有三間公司進度 領先集中於美國輝瑞郵親 跟德國生氣公司進度最近 國內三七億五千萬支 臺灣先集中於臺灣東 也有說過出力這支疫苗的代理款 最多可以有三千萬支 九月兩 最快明年頭一季 就有一千萬支疫苗 可以進入到臺灣 另外臺灣也加入新冠疫苗 簽了平台 COVAX COVAX這項基劑 主要是要協助 不管是豪爺還是賺這些國家 都可以進到疫苗公平分配 不過目前包括歐盟 美國 烏龍書 德國和法國都要不加進 走到加進COVAX的英國 也趕緊去研究疫苗 英國阿斯特捷利康 借有公司研究疫苗 百貨這些受伺者出現嚴重不良的歡迎 抹停止試驗 冤枉在在地上 美國四億八千萬美金的贊助 差不多是一百四百億台幣的研究 經費之後 阿斯特捷利康 有更進入管理的第三階段試驗 過去今年年代就有成功 金主美國上的地上十萬支明年 又還有一百萬支疫苗 作為導致的回報